大家好,欢迎收看MicroMega3D打印机下角件部分的安装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需要准备的工具 M2.5的内六方扳手 M4黑色方形螺母 R24颗 然后M4乘10的螺丝 R24颗 然后首先我们取出一个下角件 然后按照安装上脑垫的方法 然后在这个内侧 然后放入螺丝 然后装上螺母 也是不要卡紧 稍微凝上一点 先把这个戒指摩 Vale 看就好了 看这些可言 M1 D 切 7 1 1 1 2 2 3 好 这算是安装完成了 这样的 8孔都有螺丝 螺膜 然后我们取出两根 两根2240的旅行台 然后从 还有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下 下角件也是分上下的 然后首先一个区分的地方 是这个孔 圆孔 这个圆孔是在下方 圆孔是在下方 是这样的 组装完成后是这样的形状 然后还有一个区分的地方 是这个孔 孔里边是有卡槽的 这个是上方没有卡槽 可以看得到 下方有卡槽 是为了卡 卡旅行材的 然后这是区分上下方 然后下面我们从侧边 然后放入 插入 旅行材 然后上紧螺丝 然后上紧 然后这边也是同样 然后再在这边 再上一边上路 好 这一小步 车到这里 安装之后是这样的 然后这是下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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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